第61章 心腹大患 公子 你真是要色不要灭 孟兰哭笑不得地扶起薛木 拍拍他胸口的鞋印 我们都没反应过来 还好夏侯总部没动真的 薛木哼哼着爬了起来 嘟囔道 辉月神石不是说能挡招的吗 怎么一点反应都没 卓青青也忍不住教育道 神石又不是万能 本来运转就有间隔 何况夏侯总部一点真气都没动 神石不会有反应的 公子 对这等人物还是不要太平啊 薛木嘿嘿一笑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 你们当他真生气了 只不定他心里多乐呵呢 两女对视一眼 忽然觉得有道理 只要是女人 谁不喜欢被夸漂亮啊 而且薛木夸得那么正面 不含丝毫猥琐之意 夏侯迪也是个女人 怎么可能不爱听 看似恼羞成怒 还不如说从来没听过这种夸奖 心如露撞呢 孟兰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来 公子真对他有意啊 嘴见调戏而已 怎么可能动真格 他这身份 我若敢真想打他主意 不说他会不会砍死我 我那姐姐 怕是要先淹了我 薛木伸了个懒腰 把自己栽在孟兰身上 还是孟兰好 孟兰还没来得及回答 屋外传来一声冷哼 孟兰好 本作不好 只会淹人 对吧 薛木立刻正经危坐 世上只有姐姐好 屋里屋外都在笑 薛青秋漫步而入 摇头笑道 以前怎么没看出 你是这么个被懒货 薛木笑道 出关了 不是说要一天的 昨夜闭关 现在太阳又快落山了 不是一天 薛青秋淡淡道 再不出来 还不知道 你要趁着我闭关的机会 独揽大权搞多少事 薛木委屈巴巴地叫道 我做的可都是好事 薛青秋神色柔和 安静地看了他一阵 眼里不知是什么情绪 忽然灿然一笑 是 顿了顿 又到 下侯敌什么的 你要有本事 抓来做小倩 姐姐 怎么会淹你 夸你 还来不及 靠 抓公安部长做小倩 你真敢说 薛木哭笑不得 你弟弟没那本事 姐姐闭关可有所得 薛青秋笑了笑 到了我们这个境界 每提升一分 都是千难万难 哪有一个闭关 就有所得的事 每次心有所感 也都算是一场累积吧 早晚会有破茧之时 有累积就好 薛木神色严肃下来 盈叶和你说了吗 说了 你怀疑金师有危险 墨雪星园中大师 君志留不去 影翼 又莫名其妙地 进入金师 确实有点怪异 说是说有点怪异 可薛青秋的表情 显然没把这当回事 确实如他这样的巅峰强者 若是因为风向 有点奇怪的小苗头 就吓得连夜就跑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薛木耸耸肩 也知道没法劝 只是道 影翼进京 肯定是接到什么 重两级的生意 不是针对我的 反正这两天 今时必有大事件 或许能收到 某位皇子遇刺的消息 薛青秋的神色 变得认真了许多 你去了风波牢 薛木点点头 看得出他对两宗和解 也有所冻眠 尤其在我能为他带来 极大利益的情况下 看得出他心动了 话说 你会不会怪我 扇子和纠葛千年的 宗门和解 薛青秋定定地看着他 重复道 你独自去风波牢 在影翼刺杀未遂 之后 薛木正了正 时笑道 说正是呢 薛青秋看着薛木的眼神 似是有了点变化 好半赏才道 你都不计较 他刺杀你 气魄胸襟如此 我又怎么会纠缠往昔 举语 顿了顿 声音变得更柔和 何况既然交给你绸缪 那就一切都听你的 既然如此 薛木笑了笑 逃出灰月神石 抛了回去 这玩意我也就不需要了 薛青秋恶然道 这即使你掌权信物 也是与你防身之用 皇帝我干什么 既然你已全权赴我 有没有这个信物 已经毫无意义 薛木认真道 至于防身 你不觉得近日的风向 有什么问题 我也劝不了你 但我还是认为 若你还是要独自去见 那什么暗线的话 那你带着他 比我带着有用 薛青秋眼神略略 有些迷蒙起来 梁九才点了点头 好 勇王斧 大皇子姬无用的斧底 一个面容清雅的 锦衣中年人 斜靠在软椅上 戏目半征半壁地 看着一卷书册 有六个侍女身负长剑 左右列在身边 另一个黄袍中年 长得极为肥胖 五官都被肥肉挤在一起 跟头猪似的 此刻满头大汗 也不知道是热的还是怎么 不知道 攀侯急着找孤王 合适 一边说着 小眼睛还不停在 对方六个女剑士身上 转来转去 这两人的表现 不知道的 还以为锦衣中年才是皇子 却原来这胖子才是大皇子 雍王斤 无用 锦衣中年倒也是个侯爷 不过他这个侯爷很特殊 正道八大宗门 新义宗宗主 潘寇之 只要继任了宗主 就自动顶着新义侯的爵位 无论这种体制是 怎么起源 总之最终导致了地方官府 根本管不了各大宗门 正道 各自各据的局面 逐步成形 事实上 他们自身对这个侯爵 也并不尊重 自称的时候 还是本座居多 几乎就没有人自称本侯 潘寇之 并没在意 机无用的不堪表现 微微叹了口气 把书册丢了过去 这是六扇门新刊 第一批样刊 已经印了一百本 我们弄到了一本 雍王不妨看看 机无用接了过来 粗短肥胖的五指 打开输液 却显得十分灵敏 一眼看见木剑里的画像 那小眼睛精芒骤亮 口水都快要滴出来了 潘寇之叹气声更大了 机无用似式反应过来 尴尬的笑笑 认真看了起来 过了片刻 神色慢慢变得非常严肃 看来雍王也误了 潘寇之叹道 六扇门 这一手 妙用无穷 眼见的好处是 掌握了一条成名捷径 本座敢说 不出三七 就连本座 都要求到嫡公主头上 本座求她倒不打紧 可这六扇门 一旦真的凭此 掐住了江湖人的命脉 对雍王可不利得很啊 毕竟嫡公主和齐王的关系 嫡 芦苇一类的江边草 用在名字上 已经构自嘲了 没有任何皇室 会给出嫡公主这样的封号 显而易见 只是这些人私下的非正式称呼 换句话说 在他们眼里 下侯敌的皇帝 私生女身份早已落实 机无用的肥脸抽搐 切齿道 这是谁给那个小贱人出的主意 潘寇之悠悠道 不太清楚 但本座知道此事 没有大量情报支持 是做不了的 机无用 恍然 必是新月宗 难道又是那个薛木 你总是在意那个薛木 本座看来那只是个随时可以捏死的虫子罢了 潘寇之悠悠道 真正有威胁的 还是薛清秋 便如当年此女 不知用什么方式打动了陛下 导致摩门竟然堂而皇之 在京师开业 那时候 薛木还不知道在哪里 机无用微微点头 是 薛清秋才是心腹大患 天下稳定 是正道八宗镇守四方 摩门 那都是妄图颠覆乾坤的妖念 怎么能够信任 潘寇之瞥了他一眼 按道你不还是跟何欢宗打得火热 不过这话也没必要说 只是道 陛下被妖后迷惑 忽然给摩门露出一条通道 有摇摆之意 若非如此 有我们的支持 恐怕雍王早该成了太子 机无用神色愈发阴沉起来 如今六扇门出刊 行事越发紧迫 攀寇之淡淡道 我们人已到齐 万事俱备 只等雍王 雍王还犹豫什么 须知机不可施 时不再来 薛清秋公参造化 一旦离了京师 天下在无人可治 第六十二章 摘星摄月 可是 机无用面露为难之色 虽然本王有权限 调动穆天之阵 也能调动部分神机门下 可薛清秋绝对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就算经不动宫里 六扇门是肯定瞒不过去的 一旦那小剑人和宣哲待人赶来 怕是万事皆休 攀寇之微微一笑 如果今晚六扇门按兵不动呢 机无用呼的警觉 莫非父皇 那他为什么不直接下令 还用攀侯劝我 攀寇之悠悠地亲扣俯首 六扇门会不会插手 暂且不知 不过 我相信陛下只会乐于见到正魔之争 无论死的是薛清秋 还是我 但这争斗仅限于江湖仇怨 亦或是雍王与他们的私人恩怨 而不该是朝廷亲自下场 雍王明白这个意思吗 机无用眯起小眼睛 原来父皇早跟你们通过 气 攀寇之哈哈一笑 若非如此 本座又如何能想到 你父皇一边抬举魔门 一边却暗戳地想薛清秋的命 事实上 他以为薛清秋死在正道手里 新岳宗会靠向朝廷 即使如此 乱成一团的新岳宗 也不如薛清秋一个指头的作用大 机无用叹了口气 我也想不出 世上有三种人 你绝对不能用常理猜测 一是帝王 心术难测 二是太监 刻薄扭曲 三是神经病 想法完全无章可循 而一个另不出经师 压医院读了一辈子 并且已经不能人道的皇帝姬清元 他三项都站齐了 无论是薛慕 还是潘寇之 亦或是他的亲儿子机无用 哪怕把姬清元的意图 反反复复猜了一万遍 强自脑补各种合理解释 都不可能猜得到 他想杀薛清秋的真实原因 三年前 姬清元日常考虑最多的 还是如何制衡正道 一般来说 摩门那都是妄图颠覆乾坤的孽障 历代皇帝都没考虑过扶持摩门 这种疯狂的念头 包括他自己也没有 可有一天他被人提醒了 只不过来源与他和贵妃的一次闲聊 刘贵妃只是说了一句 听说薛清秋血洗寒江派 生情万年献子 正道各宗静若寒蝉 居然没有一个人为献子出头 刘贵妃先天丹田欲捷 经脉堵塞 是不能恋悟的 平时动不动并卧在床 这种女人绝对不可能属于任何势力 而且这句话也不过普通的江湖一文 不足为奇 偏偏就是这么一个弱女子 随口一句话 打开了姬清元心理一扇门 摩门是脚不干净的 反倒在千年逆境之中 人才被出 与其计较千年前的恩怨 还不如扶持魔门 借而挑起正魔之战 两边死得越多越好 于是他派出身边影位 联络了薛清秋 暗中见了一面 表达了扶持魔门的意愿 在这一刻之前 他还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帝王 可在见到薛清秋之后 他心里就产生了新的魔鬼 薛清秋太漂亮了 那盖世芳华 让他简直无法相信 这是一个魔艳滔天的大魔头 偏偏这两种属性结合在一起 让他的魅力倍增 尤其在帝王眼里 这更是个非常值得征服的女人 能证明一位帝王的资格和魅力 可他却不能人道 连追逐的资格都没有 就连念头都只能藏在心里 不敢表达 生怕表达出来 会被薛清秋耻笑 若是普通女子 他还可以强行纳入宫中 可惜 那是薛清秋 天下最强的人之一 甚至可能没有之一 他办不到 每念及此 他的心中都如万一是有 每过一天 他就越恨一分 恨自己 恨天下 也恨薛清秋 他宁可毁了他 也不想将来 有某个男人 有可能得到他 作为一个帝王 他还是知道 大局为重 新月宗必须扶持 用以制衡正道 他不能杀薛清秋 就算倾尽全力 布局杀了 也必然会导致新月宗彻底魔化 给他的江山 带来致命的破坏 他不能赌 最好的办法 就是自己撇开干系 挑动正道去杀他 这样新月宗为了报仇 反倒要更加依赖朝廷 朝廷 说不定还能因此彻底掌握 这一支千年大宗 一举两得 当然这个理由不足 且不论新月宗 能不能如你所愿的收编掌握 即使如愿以偿了 没有了薛清秋 正道同样也会更加势大难治 意义远不如留着薛清秋 对正道的制衡作用大 可基青元必须这么说服自己 杀了薛清秋是有用的 不是因为变态念头 真的不是 绝对不是 正道也很乐意杀薛清秋 这一点倒是没有疑问 可问题在于 正道也杀不了薛清秋 他真的太强了 只有一种机会 薛清秋到了京师的时候 在各种正法效果下 薛清秋似乎每年 都会不定时的入京一次 可惜很快就离开 没有布局的机会 直到夏侯迪抓了营业入京 机会忽然来临 基青元知道 薛清秋必来京师 只要夏侯迪不放人 他们这一扯皮 就得扯个十天半个月 这么长的时间滞留 足以让他做好足够的布置 召集足够的人手 做这件事了 这是他唯一的机会 薛清秋做梦 也想不到 他还在灵州没有动身的时候 这边就已经按戳戳的通知正道 来京 准备布局要他命了 所以 机青元曾经暗示过 夏侯迪 别随便放了营业 那可是天下乱缘哦 其实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 等正道强者进京 可惜他 终究不能明着说 导致夏侯迪没有领会他的意图 居然被那个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薛墨 谈了个生意 直接就把营业给放了 嗯 不得不承认 那个薛墨的刊物合作 很有创见 机青元确实很欣赏 对夏侯迪放了人 也无话可说 薛青秋若死 新月宗真靠向朝廷 机青元觉得自己 应该会重用这个薛墨 夏侯迪给薛墨请金牌 是他批准了的 不管这薛墨多有用 那是后话了 这回时间变得紧迫 薛青秋随时有可能离开 哪怕还有些重要人物 地处偏远 还没来得及赶到 他的计划 也必须提前进行了 站在皇宫御花院的凉亭里 机青元抬头悠悠 看着天边的晚霞 淡淡道 朕知道 你一直猜测 宫中有新月宗的人 身后站着一名老太监 低声回答 陛下近年来对新月宗的关注 多得令人称奇 老奴总觉得 有人试图影响陛下的思绪 机青元失笑道 查出头绪了吗 老太监叹息道 或许是老奴想多了吧 留意了三年 宫内确实没有可疑之人 朕知道 你还是疑心贵妃 贵妃 确实常说新月宗好话 可女子静慕薛青秋 实属寻常 淑妃不也进入墨雪星吗 近年还有许多 唧唧喳喳的成天 在谈木剑里 这有何稀奇 机青元摇头道 也罢 今日起 你也不用忧心了 持阵手遇 去六扇门 吩咐今晚今世 有任何动静 不得插手 老奴遵旨 嗯 这次还有些人来不及赶到 正担心不够保险 你去宣旨之后 换了便装 亲自去参与这场 摘星设阅吧 第六十三章 山雨欲来 害时 六扇门 看物丝 印刷作坊 夏侯迪 站在作坊里 亲自监工 一动不动的 都不知站了多久 看着一车车的 江湖新秀谱 从工房运出仓库 他向来 肃然得略显 凝重欲结的神情 也变得清亮了许多 嘴角始终挂着明媚的笑意 总捕头 一名画师走了过来 递过一张画稿 属下日前 曾经见过兵仙子一面 凭记忆所画 总捕头看看有无差池 夏侯迪结果看了一眼 祝尘谣清冷骄傲的面容 悦然纸上 连那完美无瑕的体态 都勾勒了七八分 他沉音片刻 点头道 神韵已出 若干细节 本作也记不清楚 除了那混账 谁会成天盯着女人看 画师愣了愣 没法接嘴 顿了半天 才到 画院无人见过秦仙子 这个没法画 夏侯迪撇嘴道 明天上门去对着画 一个小妻孩仙子 亏他干得出来 真是脸都不要了 画师咽了口唾沫 完全不知道 总捕头这奇怪 表现是什么情况 只好硬着头皮继续问 第三个 哪有什么 第三个 夏侯迪声音 忽然抬高了八度 画师愕然道 呃 总捕头之前不是说 要亡谷的萧姑娘 呃 哦 夏侯迪尴尬的 揉了揉脸 可能两日未眠 有些走神了 他呀 他可以 我见尤莲的 你们没见过 就派人去画 拿我的牌子去 画音未落 有人在外禀告 总捕头 宫中于公公 来宣陛下手谕 宣侯让属下来请您过去 于公公 夏侯迪正了正 神色慎重起来 大不出门 于公公于衔 买是陛下贴身大太监 他还有一个身份 大内第一高手 洞虚巅峰强者 也是陛下安全的最大保障 这等人物清零宣旨 意义非同小可 还没走到大堂 就听见宣哲压着愤怒的语气 再问 于公公 这是圣上的手谕 夏侯迪微微醋眉 踏入大堂 就看到一个轻袍人 挺立中央 义太悠闲地回答 宣侯此意 难道是说 我于衔假传圣旨 宣哲一点都不鸟他 本侯就是说 你个阉人假传圣旨 夏侯迪在他身边坐下 皱眉道 究竟是什么手谕 宣哲冷笑着 递过手谕 说是 无论今晚今世任何动静 六扇门君不许插手 何等荒唐 夏侯迪第一反应 也是假传圣旨 这太假了 那要六扇门 何用 于衔悠然道 此非老奴所知 手谕在此 千真万确 若二位有什么困惑 大可自行入宫问圣上 宣哲冷笑道 此刻宫门已毙 你这岂不是等同放屁 于衔看着夏侯迪 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这不是有人能进宫吗 告辞 看着于衔悠然离去 夏侯迪和宣哲面面相去 心中都知道 今晚必有大便 但体制之内的麻烦之处 就在这里 有了皇帝 手欲压着 在确认政委之前 他们是无论如何 真不能动 夏侯迪来回夺了几步 叹了口气 如非必要 我真不想进宫 宣哲可有什么消息 宣哲神色严肃 低声道 今日深时 自然门冷卒入京 你知道我和他们的关系 他们进京瞒不过我 但别人呢 正如我们知道 隐一出手行刺薛木 才知他进了京 我怀疑隐秘入京者 很可能还有其他强者 只是我们没能掌握消息 夏侯迪 眼睛瞪得老大 冷卒都来了 冷卒 于衔 此二人可都是洞虚之点 加上墨血星 隐一 元忠 若还有别人 这阵容 莫非要行刺陛下 宣哲摇头道 不可能 我们说他 假传圣旨 不过难以置信 这种荒唐旨意 其实你我君之余贤 若是真有一心 陛下恐怕早就 何须招外人入京 夏侯迪想了半天 纳闷至极 可是若说他们来为杀别人吧 也就只有薛青秋 值得这些人如此大张旗鼓了吧 可谁知道 薛青秋的行止 一个闭关就是一天 他们难道去抢闯 营业的阵法 也不是看着玩的 强闯该有多大伤亡 太不合情理了 两句头你看我 我看你 都是一头雾水 情报不对等 确实是没法猜的 一个娇小妹子上来奉茶 宣哲暂时住了口 转头笑道 小爱在这里 可还习惯 小爱甜甜地笑着 多谢总捕头和宣猴关照 这里 大家都对我很好 夏侯迪看着他 心中有几分怀疑 这货会不会有问题 太长袖善武了 这一天下来 几乎人人喜欢 个个把他当妹妹看 一般评价女子 有这个本事 但宣哲的面子 他也不好随便摸 另外也觉得 如果薛木 真想在六扇门插钉子 他本人就可以 名正言顺做祭酒的 没必要多此一举吧 内心深处 还隐隐认为 就算小爱有问题 眼下这个状况 让他去给薛木通风报信 也不是坏事 便笑道 你是堪乌斯属下 这种吓人的事情 无需你做 堪乌斯今日还在忙 你还是去帮手吧 是 小爱慢慢退了出去 一出门就飞一样 转身离开 刚才 听见的事情太古怪了 不管夏侯迪宣哲怎么猜 小爱觉得 必须禀告大总管定夺 薛木此刻正在练功 不是双修功 是独功 该忙的是忙完了 原本薛青秋继续 待在京师 真没啥意义 按薛木的想法是 确实可以走了 不管是六扇门合作 还是隐翼的合作 自会派人到灵州来谈 不是问题 只是薛青秋晚饭后 说事有事 飘然不见 他也没辙 想必是去见他宫内的暗线了 也是正常 来京几天了 都没见 临走前肯定要见一面 薛木也不认为 这出去就会有事 倒是他这会儿总算闲暇起来 可以开始练练功 虽是有了些功法打底 他实际上 还是丝毫不会对敌手段 这是很偏颇的 而武技 显然没这么快能练成一招半式 只有毒术有速成的可能 薛木决定 至少这几小时内 连回一门运毒之术 翻找了一下 百草路 确实有很多直接可以用的毒术 最直接的一种 就是把纠缠在真气里的杂合毒气散发出去 是个爆发手段 如何发功 也有很详细的讲解 有线路图在 练起来并不难 而且 这还是千种混毒 解无可解 威力很是不凡 可惜毒还是不够直接 对方功力到了一定程度 可以不会急死 能够设法逼毒 遇到更强点的 可以直接抵抗掉了 想到那杀手的软骨香 薛木觉得挺有意思的 大老远能毒死一片人 这个手段很不错 遗憾的是他现在的功力 还差了点 毒素吸收也不完全 如果要这样爆发 大概只能爆一次就虚脱了 算是两败俱伤 两败俱伤 就两败俱伤吧 有个保命手段总是好的 先练了再说 他左手拿着书 右手摊开 朝天 尝试运行书上的运功方式 墨绿色真气 从丹田慢慢向手臂经脉集结 几乎可以看见 手臂隐隐散发着绿光 继而绿光 想要冲出掌心 突地一下 失败了 薛木并不气馁 再速成的玩意 也需要锻炼熟人 控制得如臂食指才行 这天经地义 反反复复测试了 不知道多少次 掌心里 慢慢浮现出淡淡的绿云 绿云很快散去 薛木摇了摇头 继续尝试 又不知道试了多少次 绿云终于凝聚 越来越浓 正在此时 孟兰带着小爱 急匆匆地闯了进来 公子 小爱说 有要事禀告 第64章 天机乱了 听小爱复述了六扇门 见闻 薛木神色大变 疼得跳了起来 孟兰小心地问 公子觉得 必是针对姐姐的布置 无庸置疑 可他们确实不知道 宗主行踪啊 连我们都不知道 薛木咬着牙 一字字道 但是他们有隐意 孟兰豁然色变 薛青秋洞察宇宙 几乎没有人能掌握他的行踪 世界上有没有人能跟踪薛青秋 不被发现 有 没有任何人是无解的 所有功法 都奔着无痕无忌的隐秘之道的 通过秘书传递出消息 让人欲作不止 这就是隐意进经最重要的意义 他真的是被收买来杀薛青秋的 无论薛木和他谈了什么生意 之前这一笔 他都已经建在弦上 他拖延薛木 没有马上回复 为的不是等和薛青秋亲自谈 而是打算拖延过今晚 看薛青秋能不能活命 薛青秋若死 形势会怎么变化 还有点复杂 暂且不提 若是薛青秋能逃脱 反正你没有损失 大家的生意 还是可以继续谈的嘛 你生气 大不了给你让点力嘛 摩门妖人 就是这点出现 薛木深深吸了口气 左右躲了几步 沉声道 现在不能急 六扇门既然有了皇帝 手欲压着 怕是指望不上了 我们唯有自救 去喊 营业和所有弟子过来 听我指令 第一件事 我们他妈的 都要先找到那蠢婆娘去了哪里 薛青秋飘行在金师街巷里 一路向承熄而行 承熄有个孤童院 深院孤童 腾罗缭绕 平日里是一处清幽景地 而夜间则显得幽际销索 一般无人 那便是他前日 以密法和人约好的私会之处 这种临时的约地 不可能被谁预先掌握 只要不是约见者叛变 就不可能受到埋伏 而对方的忠诚度 薛青秋无比信任 此心不会有任何问题 但不知道 是因为薛木的警醒 还是因为深达他这个境界 总会有些悬之又悬的预感 总之薛青秋一路行去 总觉得有一点奇怪的 心惊肉跳感 这多年来 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 他心中也起了警惕 放开神识洞察天地 深周树里之行 如印心间 就连远处 夫妻房中私语 都能听得分明 万语千言一齐入耳 却丝毫不乱 条理分明 没有敌情 没有人跟踪 倒是侧面不远的街角处 有个挽着倒计 穿着袈裟的怪人 手持一番 向着摆摊算命的 这倒是一个熟人 他没去理会那怪人 怪人倒是先开口招呼他了 薛宗主留步 薛青秋停下不来 似笑非笑道 虚敬 本座不需要算命 哎哎 麻烦喊老纳全名 虚敬法师 怪人很是不愿 你们这些做宗主的 总是这么没有礼貌 鬼知道 你算倒是 还是和尚 薛青秋 没心情跟他瞎扯 本座今日有要事在身 要扯淡以后再扯 薛宗主等等 虚敬黑黑一笑 老道 今日福至心灵 此挂必准 要是再不准 老道 我就改行去卖豆干 薛青秋微微眯起眼睛 摩门三宗四道之中 最让世人讨厌的一门 莫过于七天宗 一宗门的小偷骗子 无赖 满嘴胡咧咧 从来无信用 却号称 是为了蒙蔽天机 乾坤翻覆 当然 他们确实窥探天机命数 里面 是很有一些真道行的 只不过 即使是真道行 也别指望 他们会把真话告诉你 这个虚敬有点特别 他的话 你可以信一半 何谓信一半 因为他的话必然无五开 如果上一挂是信口胡周 那下一挂 这一挂则必定是真的 只是谁也不知道 他这一挂轮到真的还是假的 薛青秋看了他一阵 想起薛木说的 京师汇聚高手太多了 眼下这不也是一个吗 他笑了笑 那就给本座算一挂 算得准了 重重有赏 若是算得不准 不不不 此挂分文不取 薛青秋奇道 七天宗不要钱 这倒是稀罕 须敬笑道 薛宗主四世有些误会了 我们叫七天宗 不叫骗钱宗 老道从未想过 居然真的眼睁睁 见到一个七天之事 而且居然是出现在薛宗主身上 尾时大快平生 此挂自然分文不取 此言何意 薛青秋皱眉道 本座心静苍穹 从不齐天 此非宗主能定念 薛静露出一个神秘的笑容 宗主要听这一挂吗 说吧 宗主年内 或将有血光之灾 说是说 血光之灾的话题 可薛静却笑得歪薄咧嘴的 形貌 说不出的猥琐色情 薛青秋里都懒得理他 飘然而去 要是说今日 薛青秋结合心中的警兆 或许还能当个 真 说年内 现在才是春夏之交 年内那还有多长 显然遇到了假挂 理他作甚 虚静直挺挺的 看着夜色下的阴影 却又似是自言自语般的说着 天机乱了 乾坤 翻了 夜色一片寂静 无人回应 天机乱了 乾坤翻了 虚静忽然狂笑出声 手舞足蹈的颠狂而去 七旋谷驻地 两名守门弟子 百无聊赖的打着 喝歉 正要回去睡觉 却见萌萌夜色旅行 来一个鸟鸟拼停的身影 在星月照耀之下 飘渺梦幻 如同月宫仙子 两个弟子 一下就打醒了精神 呆愣愣地 看着一张绝美的窍盐 飘然走近 阴唇轻起 声音如同天籁 烦请二位通报 贵谷驻姑娘 故人孟兰求见 原来是秦仙子 真人比传说的还美 两个弟子完全色受魂语 仙子稍后 我等马上去通传 孟兰笑了一下 表示致谢 两个弟子 连骨头都酥了 很快铸臣摇出来 和孟兰一起没入夜色里 消失不见 两个守门弟子 仍在嘖嘖称赞 春蓝秋菊各善盛长 今日竟见到这两位站在一起 真是有幸 那边在位看一眼 而有幸 转过街角 他们心目中的秦仙子小丫鬟 一样势立在一个男人身边 而他们心中的兵仙子 直挺挺地跪在面前 参见总管 薛木的神色非常严峻 你们谷主可在 谷主一刻之前出门了 临走还交代 弟子们今夜不要外出 嗯 知道他去了哪里吗 他没说 可曾留意 是什么方向 是向西去 薛木转向孟兰 你再惊已久 可知 西边有哪里适合觅会 孟兰想了想 有万佛塔 天灵寺 牡丹亭 孤同院 宗主素喜夜色 若说夜色清幽的话 孤同院应该是最合适的地方 孤同院 薛木喃喃地念了一句 这彩头 寂寞无同 深院所清秋 一阵毛骨悚然的感觉 刹那间涌向心头 薛木只觉浑身毛发都立了起来 深深吸了口气 捏紧了拳头 一定是这脸 孟兰立刻道 那我们照几人手过去 不 对面 全是之强者 你们去了 也只是送死 薛木摇了摇头 我和 营业去就可以了 你和清清 带人先离开京市 孟兰失声道 那怎么可以 我能发挥作用 而你们另有任务 薛木认真的看着她的眼睛 你们必须分散离开 若我们有什么不测 必须有人告诉小禅 真正的仇人是谁 孟兰愣啊 不是正道宗门 不 薛木眼里闪过寒芒 显然动了真怒 一字一字地说着 是黄殿 第六十五章 十面埋伏 薛青秋飘然踏入孤童院 刚刚踏足地面的一瞬间 她神色骤变 身形垫势而退 身后的幽影之处 突兀地出现了一把黑色的匕首 匕首出现的瞬间 连最后一点 撒在院子里的月色清灰 仿佛都被吸纳得一干二净 天地一片黯然 薛青秋转身弹指 点在匕首之上 飞退的身形 却在这一交机 支下顿指 站立之后 依然身处孤童院内 没能离开 影翼 薛青秋淡淡开口 你无痕到 这种唯利是图的宗旨 永远只能是一条蛆虫 黑色匕首 诡异地飘在空中 继而一双手突兀地 在匕首柄处浮现 又慢慢地扩展成了 整个人形 现出影翼略带苍白的脸色 显然刚才那一弹纸 让他颇不好受 被薛青秋这么说了一句 影翼本想反驳什么 却出奇地憋了回去 沉默了一阵 才回答 本座的任务已经完成 薛宗主好自为之 本座不会再行出手 身影很快又消失不见 薛青秋默然 品味了一阵他的话语 忽然笑了起来 笑容里竟有几分甜美之意 喃喃自语着 薛末 谢了 他知道 虽然影翼跟踪 并且提供了他的去处方位 在他发现陷阱 打算退离的时候 又发动狙击 使他无法及时撤离 终究是落入了包围里 但仅此为止了 影翼的意思很明确 只要你有一点逃脱的希望 他都不会来给你 增加任何负担 这是薛木此前 给他画出了万金大饼 带来的功效 否则以两宗千年 举语 在此刻 他只会是最难缠的暗影毒蛇 如今收手 是还想保留日后 跟薛木合作的可能性 甚至他或许内心里 已经不想杀薛青秋 因为对于薛木提出的双方和解 他是真的动了面 少了一个暗影之王的狙击 逃生的希望 不知道会增加多少 薛木的独闯虎穴 直接为他去掉了一个强敌 薛青秋 意态从容 悠悠对着夜色道 本座既已闯入暮天之阵 你们被阵法遮掩了的气息 便已浮现 还躲在毛坑里瞒谁 都出来吧 在他原本正东的退路上 出现了一个中年纹饰 一身轻袍 瘦靴挺拔 面容清秀 笑起来很是和爱 青秋别来无恙 看着他的文是山 薛青秋笑了笑 一直以来 我觉得武文诺墨之辈 个个懦弱无能 不堪其用 颇不理解冷大哥这等特殊喜好 冷竹笑道 听这语气 青秋现在有所改观 薛青秋眼里柔和之意 一闪即过 奄然笑道 确实有人让青秋对文人有所改观 但此人可不是冷大哥 冷竹失笑 我也不是令乌雅 青秋打击 我可没什么意义 薛青秋没再理他 转头左顾 东北方向也是中年男子 同样的高挺瘦靴 却是一身紧袍 身后站了好几个入道强者 身边翘立六名女见识 排场比冷竹大多了 薛青秋 呵呵笑道 攀扣子 还是爱排场 攀扣之脸上抽出了一下 扣之 不是扣子 所以扣之的意思 是以别人为敌扣 还是让别人成草扣 从我心意 薛青秋点点头 我觉得你这六个女见识不错 改天可以给我弟弟这么配着 看上去很有模样 攀扣之笑道 能被青秋夸一句 攀某不胜荣幸 薛青秋继续看向北面 却是一个和尚 园中大师 青秋 有事情叫 园中大师 双掌和石 阿弥陀佛 薛师主请说 薛青秋很是苦恼地点着脸颊 似乎这个疑惑在他心里 已经憋了很久 你们可知有什么佛门 是月白色 丝制袈裟 以银色文式缝边 一条青带记腰 而袈裟里面却是空空如也 没有内衬 连底裤都不穿 园中 恶然 想了好一阵才到 老那见识浅漏 未曾听闻 薛青秋 有些失望的白白手 算了 那种邪气打扮 问你也是白问 还不如问雍王 说着 转向西北 笑容十分野余 雍王灌肠棉花素柳 一意双修 应该听说过 姬吾用胖脸 抽搐 本王何曾听过这种银邪之装 薛青秋笑笑 看着姬吾用身边的青衣人 这位倒是面生的紧 青衣人轻笑开口 声音很柔 雍王门客罢了 见名不足挂齿 薛青秋笑道 洞虚之巅 也做雍王门客 这可有些稀罕了 这雍和雍 谁都听不出差别 但他语气里的讽刺之意 却昭然若揭 姬吾用脸上泛起怒涩 冷哼一声没有回答 他也很想说几句 妖女死到临头 还成口舌之力这种话 可薛青秋的气场实在太强了 一堆当时强者围着他 都没人轻易做出头鸟 何况于他 薛青秋又转向正北 那里却站着四个钢铁巨兽 形如人员 他眼里也闪过凝重之意 这是朝廷神机门的掩施 所致战悟 好为神机兽 掩施这种特殊职业 薛青秋没有太大了解 只知道这种神机兽用的材料 不是繁铁 内核也很奇特 号称是威力无穷 坚不可摧 眼下这四台并不是神机门的阵门之兽 但已经是甲吉 号称能相当于入到强者 当然如果在外面 这种机关兽 就算再强 也不可能对洞虚强者有什么威胁 可在京师形势逆转 他的修为被限制一半 这玩意却是全胜的 加上数量不少 便形成了威胁 神机兽中间 占了一个不起眼的灰衣老头 长得很是猥琐 薛青秋知道 这是神机门大掩饰之一 素来前行 机关巧屑不问世事 连名字都没几个人知道 只知道姓玉 由此人亲自操作这四台神机兽 足以让任何人头疼脑胀 薛青秋叹了口气 老玉头 你也掺和这种事 老玉头目然回答 勇王有权调用部分甲鸡神机兽 薛青秋点点头 不再理他 又看着正西方向 那里有树道白衣人影 见气如灵 肃杀无比 当先的是一个冷俊中年 身上的入道气息极为凛练 显然站在了入道巅峰 薛青秋偏头看了好久 忽然道 令无牙怎么不来 冷俊中年淡淡道 赵某此来足够 哈 别逗人笑了 薛青秋毫不给面子地笑了起来 本座眼里 你赵坤的威胁里 还不如你失侄女 倒还不如派他站这 比你像样点 赵坤眼里闪过怒意 闭嘴不言 薛青秋继续看向西南 微微一笑 听说学姐早上去我百花园玩 怎么不多留片刻 带小妹出关一续 莫雪新默然道 我不是你姐姐 薛青秋 还是笑 有人很欣赏姐姐的狭义胸怀 莫雪新正了正 反倒失笑道 摸门邀人说这话 真稀罕 薛青秋笑意淫宁 她和别人有点不一样 莫雪新笑道 你这语气倒想夸秦郎 薛青秋笑容不改 或许是呢 莫雪新神色怪异的闭上了嘴 薛青秋再度转向正南方 老牛鼻子 你也来 南方盘西坐着好几个老道士 道袍云山清竹 正是玄天宗标志 当现一个慢慢睁开眼睛 营业杀我心 一失地 薛木又杀我门下 新月宗莫非真当我玄天宗 是可以随意揉捏的狮子 哦 这时候 连一个丢在京师分舵的破外门弟子 都承你门下了 怎么不说是你敌传呢 薛青秋哈哈大笑 天问 别怪本作没提醒你 茬儿以南下 你这时候 带了大批入道高手入京 小心你玄天宗空虚 被茬儿脚的天翻地覆 小妖女起不了风望 老道士丢下一句 闭目不言 薛青秋最后看向东南 轻声一叹 深屠罪 你真的是弱智吗 求然大汉 屹立东南 眼里 闪过嗜血的宁笑 别跟本作说大道脸 本作从来没有杀过洞虚 或许此战之后便能合道 意味可知 薛青秋微微摇头 我知你只是试杀 就算以大七小去杀木剑里 也只是剑烈欣喜 但恕我直言 只靠这样 是肯定不能合道的 深屠罪也摇头道 仙人既然曾经已杀入道 深屠也可以 你我道不同 多说无意 薛青秋笑了起来 风波楼 灭情道 魔门道了两个 说不定何欢宗还在什么地方 让我想想 是在等着营业 呵呵 这就是所谓的正道围剿魔门妖女吗 在薛青秋笑意盈盈的注视之下 正道诸人都沉默不语 别说完全不用魔门了 就算只是缺了个隐医 他们也无法锁定薛青秋 这也是无可奈何 薛青秋默默地数了数 冷卓 天问和那清衣人是洞虚巅峰 潘寇之和深屠罪洞虚中弃 莫雪星出入洞虚不太久 一共六洞虚 如果算上自己 此一天下洞虚者居然到了一半 其余三十余人进阶入道 其中 袁中和赵坤 军事入道巅峰 暗中还埋伏了个隐医 这等阵容 真是强得让人发笑 薛青秋的笑容开始扩散 越笑越开心 继而纵声大笑 正道武宗 魔门三道 朝廷两门 洞虚者六人 入道者三十有余 神机兽四台 暮天之阵 笼罩其间 功成法国 亦不过如此 薛青秋何其有幸 竟独享如此盛艳 虽死 何悍 第66章 清城禁忌 八荒星雨 清幽怨落 寂寞无童 月花如水 映照其间 看着场中 仰天大笑的薛青秋 在场 无论哪方所有人心里 都不禁有几分佩服 扪心自问 换了自己 在这样的绝境里 都不可能笑得 像他这样开心 而且有始至中 他的气场 都压在所有人之上 说明了 绝不是装模作样的 掩饰心虚 而是真的在笑 问剑宗赵坤叹了口气 如此气度果非常人 怪不得令师兄如此人物 也在在妖女手里 潘寇之也在叹气 夜长梦多 都陷入沉默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薛青秋奇怪的 看了他们一眼 忽然明白了什么 仰天的狂笑 忽然就变成了扑斥一声 无尽击潮 设计陷阱容易 到了真正直面的这一刻 还真不知道怎么动手了 因为在场的全是一方霸主 宗门领袖 天下尊崇 江湖地位 个个无比崇高 更坚修为到了这等层次 心中自有骄傲 让他们像江湖混混一样的 一拥而上 确实是强人所难 可若是车轮站一个个上吧 有哪个愿意 先去和薛青秋拼的你死我活的 让别人后来捡便宜 被薛青秋一声嘲笑 好几个人脸上火辣辣的 尴尬一场 于衔叹了口气 他知道 必须由自己来引这个头 于是他第一个动了 月色之下 只见一道轻影掠过 仿佛穿越了时间空间 一柄短剑 骤然出现在薛青秋眉心上 威势看着很普通 似乎还比不过墨雪星 和宣哲那一场 长接对峙的绚丽 气场 但看在所有人眼里 却纷纷动容 那身徒最两眼大亮 大声道 好供奉 一个狗屁皇子身边哪里来的 这样反扑归真的高手 机无用脸色铁青 薛青秋掀手食指 如鲜花盛开 眨眼间响起了 数十声金铁交明的脆响 轻衣人飘退束步 短剑咬指 薛青秋却笑容收敛 眼神转立 阳精已绝 阁下是位公公 轻衣人沉默 薛青秋闪过了雾之色 原来如此 竟然是于公公 我到天下 哪里冒出来一个这等高手 于衔不达 身影在动 迅捷无伦地攻上 薛青秋却不陪他玩了 身影在 所有人眼中变得模糊 仿佛水中月亮 被石头砸了进去 荡起扭曲的连衣 而隔了树杖之远处 一只仙手诡异地 从夜色中探了出来 按在赵坤后心 赵坤紧急 划开 已经迟了少许 汹涌的气静 拍在他的左肩上 赵坤喷血跌开 身后 问剑宗树把长剑 骑出 薛青秋先手扶过 一片叮叮当当的打铁声 交错过后 树柄长剑 都跟麻花一样 众人心中亥然 在看赵坤 左臂不自然地垂着 竟是连一招都没撑过去 就废了一条手臂 与此同时 薛青秋 已经从麻花剑阵中 穿过 十面埋伏之局 看似一场笑话 一招之内 就要被突围而出了 一道轻盈 不知何时堵在了 薛青秋的去路上 微微一笑 青秋 此路不通 自然门宗主 洞虚巅峰强者冷逐 薛青秋暗叹 一口气 心知 这里好几个 都是和自己能平分秋色的 当时最顶级人物 每一个单打独斗 都要大费周章的那种 即使不愿围攻 却也不会留给自己突围的机会 而金狮不能飞 地面突围 几乎没有什么希望 不过这些人 也不是没有破绽可循的 起码这些人性质全然不同 生徒罪是一个嗜血屠夫 血腥杀伐之气 举世无匹 那边扶道两门 受得了 道魔自斥 反倒有相互牵制之感 眼前这个冷竹也一样 自然门罪讲施法自然 你太万物 法其神遂 冷竹人如其名 以竹目为 师有 自命君子千然 藏风于内 即使对问剑宗的灵力剑气 他都看不惯的 还提和生徒罪合作 真不知道组织者是怎么想的 或许天问 元忠 冷竹这些人事先都想不到 生徒罪会出现在这 埋伏时间这么短 又不可能先来一场内讧 只能暂且认了 心里迅速掠过这些念头 薛青秋身形却一刻没停 龙银升起 心破云秒 悄然出窍 一剑斜斩而去 冷竹顺手一招 身边一杆青竹 轰然撞在剑身上 明明只是一根翠竹 神剑斩落 却发出了金铁浇明的轻响 当的一声 青竹飘回冷竹手里 化为六尺短棍 奇怪的是 薛青秋反而向后飘退 似乎是这区区一击 吃了小亏的模样 冷竹也没多想 青竹长驱 直辈去 薛青秋嘴角露出明媚的笑意 飘退在半空中 真气诡异的逆转 竟然直接翻了个身 一剑向侧前方几次 刺目的剑光乍起 带着凌厉的肃杀气息 和刚才普通的交锋 截然两样 他的目标是生徒醉 生徒醉 哈哈大笑 大喝一声 来得好 磅礴无匹的劲气 随着铁拳轰了出来 刹那间黑夜 都好像被暗红色染了一下 变得诡异血腥 荒芜的铁锈 与冤魂的味道刺鼻地飘散 院内梧桐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枯萎 正道诸人 几乎同时皱起了眉头 冷卒的青竹棍正 追着薛青秋背心而来 乍然受到恐怖的万里 满荒之意 从侧前方涌来 截然相克的契机 自然反击 几乎是完全下意识地 攻击偏移 草木生意 蓬勃而起 死死地 把那血腥荒芜的气息 压制回去 薛青秋悠然化为 涟漪 抽尸而去 那边气静轰然对撞了一下 两人目视对方 眼中均有怒意 说来话长 不过吐起胡萝卜之间 连一个呼吸都没过去 于衔始终追在薛青秋身侧 终于在此时 寻到了薛青秋抽身的瞬间时机 刺向他的腰间 薛青秋眼中露出了 今晚第一缕 骇然杀鸡 不闪不闭地一箭回刺 于衔心中大惑不解 按理在 这种重围之中 是不应该这样主动患伤的 任何一点伤势 都可能将他逃离的希望极大缩减 薛青秋 这是活得不耐烦了吗 心念电闪而过 没有时间多考虑 两人的神兵 几乎不分先后地 击中对方的要害 在于衔不可置信的目光里 薛青秋身周悠悠地泛起温柔的月光 短剑刺在上面 竟不得寸净 周围传来树声 低叹 挥月神石 薛青秋 微微一笑 笑容里竟有几分温柔之一 好像是想起了什么甜蜜的事情 那边于衔就悲剧了 他只来得及运功 卸得剑气偏移少许 扎进了尖窝里 狂暴的心悦魔功 瞬间汹涌而入 顺着经脉肆意淋虐 于衔喷血跌退 回击无用身边 急急运功护住经脉 阻止魔气肆虐 薛青秋算尽一切 就是为了 暂时废掉 这一个完全不在 正魔规矩内的巅峰战里 他成功了 安静地在剑矢之中 观战的潘口枝 叹了口气 冷凶 身徒宗主 你们也别大眼瞪小眼了 都是中了计的人 还斗鸡似的 冷竹轻哼一声 离开身徒最远远的 仿佛羞语为伍 身徒最也是满目杀鸡 一脸猙獰 此时机无用切齿道 你们若是 再自视身份 妖父今晚就要毫发无损地离开 看你们还能剩下什么颜面 这句话 说得众人再度沉默 不愿围攻是颜面 可这么多强者围困 要是还被薛青秋破局而出 又有什么颜面可言 玄天宗问天 道人一声轻叹 低声道 薛宗主 留心了 随着话音 一道八卦阵图 飘然而起 几乎与此同时 别人也动了 园中双掌和石 金光骤盛 陡大的万字形 飘向天际 攀扣之身手一招 剑士背上六柄长剑 其初 在空中绕了一个玄傲的剑阵 电视而下 墨雪星闭上眼睛 风雪漫天 包括其余数十名 入道强者在内 数十道光滑如同 黄涛骇浪 全方位无死角地铺天盖地而来 涌向正中央那个纤细美好的身躯 薛青秋眼里 无悲无喜 心破云秒 忽然剧烈旋转起来 一股灵力光滑冲销而起 刹那间 天上月光大盛 群星璀璨 黄风暮笑 风云色变 问天道人 第67章 和欢双十 夏侯迪站在六扇门大门口 看着门口的大顶 不住晃动 心神极为不安 六扇门前顶 是镇士顶的纺制品 具备一定的共鸣性 这个顶不住摇晃 证明了 镇士顶此刻正在经受 极其恐怖的能量冲击 哪里来的冲击 不是有人正面冲击镇士顶 而是镇士顶发挥的 镇压修为的效果 正在被许多顶级强者同时挑衅 说明了 他此刻正在镇压 不知道多少个洞虚强者的权力爆发 夏侯迪相信 镇士顶肯定压得住 只是这样的爆发 让他极度不安 作为六扇门总捕头 他甚至直到现在都不知道 究竟是谁在争动 居然能够导致镇士顶晃动 这样的能量 竟于河道了吧 宣哲也在一旁道 不知道这到底是压了 多少未能爆发 合起来 怕是竟于河道了 还好镇士顶强力 话还没说完呢 忽然铜顶剧烈地震战起来 崩地一声 竟然产生了裂痕 两人心中骇然之时 远处传来惊天动地的爆炸声 猛地抬头 只见月华大圣 群星狂闪 万里几云 仿佛被冲得一干二净 苍穹变色 银河道悬 两人同时失声道 八荒星云 珍士围攻 薛庆秋 夏侯迪脸上血色全尸 再也待不下去 一言不发地冲向了皇宫 功成近卫大老远 就见到一道鸿芒直冲而来 仿如流星奔月 眨眼就到了面前 守卫 齐刷刷上前列阵阻拦 鸿芒轰的一声撞了进来 冲得阵形七零八落 烟雾散去 夏侯迪出现在中央 怒道 开门 守卫 静若寒蝉 头领颤声道 从不投 这 夏侯迪二话不说 刷得抽出妖道 重重斩在门上 发出一声地动山摇的震战 开门 皇上已经歇了 夏侯迪手起刀落 一颗人头落地 歇了 他站在风中 任由鲜血滴落 再根本做废话 就让你们全歇了 你们以为父皇会让我偿命 疯子 头领看着他怒意勃发的鲜红眼睛 再也不敢废话半句 宫门洞开 夏侯迪流星般掠往御书房 他知道皇帝这时候肯定不可能睡觉 果然老远就看到御书房里灯火通明 里面传来激青园的叹息 赤儿 你可知 这擅闯宫门之罪 父皇也保不了你 夏侯迪愤怒地踢门而入 大声道 他会听你摆布 激青园也不生气 淡淡道 就算看得出来 他是个聪明人 想必知道怎么做才对他最有利 你什么都不知道 夏侯迪大声道 新月宗真正最危险的人不是薛青秋 惹急了薛木 他才是真正能把你的江山踏碎 净化鸡粉 那就连他也杀了 新月宗里还有几人能看破 当薛青秋踏足固通院的时候 薛木也正带着营业一路 冲向固中 冲向固通院 行至半途 相距固通院树里处 营业忽然停下了脚步 皱起了眉头 薛木左看又看不知道有什么不对 怎么了 忽然张开的暮天之阵 师姐怕是已经落入陷阱 营业伸手虚暗空气 南南道 此阵隔绝天地灵气 必须破了它 否则师姐再强也有历劫之时 无法生生不息 今天的营业不卖萌 反而一脸的三无 薛木无暇在意它的变化 急促道 你能破吗 此阵是有人手持阵盘操纵 若能取下阵盘上的主阵时 直接便破了 若我从外面破进去的话 需要时间 话音未落 前方传来轻笑声 你们没有时间了 两人抬头 看去 只见数十俊男美女 堵在前路 领头的是一男一女 男的 穿着此事极为少见的书生服饰 只是通体绿色 连头巾都是绿的 手握一把折扇 悠然轻鸟 女的 穿着暴露 露出胸口 一片丰满的白皙 玉碧粉腿 肆无忌惮的裸露在外 白逆逆的诱人眼球 银叶摆着默然三五脸 和欢双十 薛木点点头 打亮了对面一眼 目光没有在那暴露美女裸露的白皙上停留 反倒是多看了男人的书生装和折扇极眼 尤其在她的头巾上看了半天 眼里很是惊叹 见薛木看都不看自己 那暴露美女 眼里闪过一色 美笑道 这位 可是名动精华的三好薛生 听姐姐的 来我们和欢宗多好 薛青秋装模作样的 不会给你人间极乐 死心塌地为他卖命 又是何苦 薛木笑道 你能给我什么好处 那美女笑声更腻了 轻轻撩起短裙裙摆 将大腿的白皙更露了一些 你说能有什么好处呢 不说真枪实战干了多少 光说AV那也都不知道看过多少了 怎么可能看这点程度有反应 那是完全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薛木很无所谓的哦了一声 白是挺白的 可木耳黑了 没意思 对面一群人愣了半天 总算有人领悟到 木耳是什么意思 半数人笑出声来 连那书生都笑了 暴露美女气得脸色铁青 银叶刮着脸 略略略 我们新月宗比你们美女多 就连银叶长大了也肯定比你漂亮 木木不会给你们走的 这突如其来的卖萌 反把薛木脸色搞僵了 你确定你会长大 难道不是继续缩小成婴儿吗 那书生一收折扇 轻笑道 本作还从来没有玩过五岁的小美女 姑娘可愿让本作如愿以偿 银叶却不生气 有不同的书生用折扇悠悠拍着手 不过姑娘的话说到点子上了 你我两宗 还是实力说话 本作打不过你师姐 还打不过你 银叶依然没有表情 那就试试啊 随着话音 夜色忽然扭曲 薛木只觉得自己处于什么道梦空间里 看见的全是诡异扭曲的碎片 什么都看不分明啊 迷雾里传来银叶的声音 木木你先走 最好能找到阵盘 这里我会打败他们的 说实话 薛木真的对他没信心 对面可是几十个人 你个小娃娃还不会舞 一条几十还想赢 但他也知道自己 留在这里 只是拖后腿的 离开才是正解 于是也不多说 把腿就往侧面跑去 很快就跑出了扭曲的气场 氛围 转头一看 没人追 看来 银叶确实把他们都拖住了 能不能赢是另一回事 薛木站在墙角想了几秒 忽然一跃跳上一栋平屋屋顶 然后就直接在屋顶上飞纵而行 是嫌自己不够显眼 对 他就是嫌自己不够显眼 因为他心中清楚 自己这方 应该还隐藏着一个非常强大的助力 薛青秋来此时约了人 而埋伏者 却是不知道他是来干嘛的 只不过是隐翼锁定了方向 让他们提前去布置而已 换句话说 此刻交战区之外 应该还有一个自己人 正在心急如焚地想要破局 薛木要吸引的 就是他的注意 他知道 这个人绝对不可能是弱者 最低也该是 营业评级 这是此刻能找到的最强助力 当然 也会吸引到敌人的注意 他们既然 会让何欢宗拦截营业 肯定还有其他人 在外拦截心悦宗弟子 他在屋顶吸引视线 绝对是一步险棋 但他没有别的选择 果然不出片刻 就有两道人影飞速朝他掠来 两个都是熟人 一个心意宗苗苑 当初为了制服事件 打上百花院 被薛青秋一招羞辱了的那位 另一个 竟是李公公 在六扇门谈判时 曾经作陪的宫内人 宫内人 薛木 心中一动 这一场局 本不该有宫内人 堂而皇之的参与 才对 这时候出现的宫内人 当时在六扇门 薛青秋并没有表现出和 这位李公公有特殊交情 但这不能证明什么 当着夏侯迪和宣哲的面 本来就是什么都不能表现的 这是不是自己要等的人 第六十八章 魔玉滔天 心念殿转肩 苗苗和李公公 几乎不分先后的落在薛木面前 苗苗对李公公却全无警惕 这场局里有雍王参与 雍王身边 就有一个极强的太监 李公公公的小包笑表示 见礼 目光直接落在薛木身上 屡须而笑 数日不见 薛先生竟然气海大成了 道是天纵奇才 薛木呵呵一笑 原来是心意宗苗老 苗老好歹也是前辈高人 怎么不去古铜院 莫非还是因为从心 言下之意 牛叉的都在围攻薛青秋了 在外面晃荡的 要么就是不上台面 要么就是耸 苗苑冷笑道 苗某确实接不下令结 一招办事 但拿下薛先生 道是不费什么手脚 薛木很是好奇 不知道苗老为何如此恨在下 苗月喝道 磨到妖人 非我独恨 乃天恨也 人人得而诛 噗 最后一个字还没说出口 一只修长的手掌 从她后心穿过 血淋淋地直透到前胸 苗月不可置信地转过头 看着李公公清秀娇柔的脸 摘心手 你 你尽是 行 李公公依然带着妩媚的笑意 血手一收 苗月轰然倒地 反派死于话多 薛木根本毫不意外 迅速道 闲话不提 李公公可知暮天之阵的 阵盘在哪里 李公公本来还忍不住 想跟薛木讲解几句身份 见状也不得不佩服薛木 冷静地过火 似乎是早就猜到了他的来历 完全不需要任何废话 便也直接道 在姬无用手上 此刻姬无用身处孤同院 怕是难取 需要另想对策 话音未落 孤同院轰然爆炸 天上星月变色 银河道玄 便是夏侯迪看见的那一幕 李公公公身去一阵 狮声道 八荒星月 宗主 这是在拼命 此刻的孤同院内 世效极其华丽 薛青秋白衣如雪 悠悠飘浮在半空 天上明明只是一弯残月 在此刻去 忽然变成了满月如盘 越来越大 薛青秋整个人 就像是嵌在月中 如同嫦娥 妖艺的嫦娥 那长发四散飞舞 掀手张开 如爆苍穹 一柄神剑 飘浮身前 湛然散发着恐怖的神光 和他美眸里的异光 交相辉映 夺人心魄 在他深周 反复不断地 弥散着月华如霜 周围数十丈持续 轰炸着数不尽的流星坠落 和此前数十道 轰向薛青秋的光滑 轰然对撞在一起 四处都是能量轰击的爆炸 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惊天动地的炸响 园中大师 祭出了一个铜钟 向天一炮 铜钟光芒大盛 金光暴涨 将持续不断的星云 挡下了不少 然而园中大师 并非洞虚强者 能挡得有限 还有无数未能透光而下 诸多强者 纷纷祭出防护手段 以免修为不足的师兄弟们遭殃 然而即使如此 还是不能完全抵抗薛青秋 这全力出手的一世绝学 爆炸过处 庭院中央树人 荷抱的梧桐树 早在第一时间就化为碎末 院墙早就不知所踪 无数血光在四周飞散 惨叫声 此起彼伏 当繁华散尽 已满目苍疑 整个孤桐院 都不知道哪去了 树里区域 化为荒土 遍地 坑坑洼洼 一片狼藉 让人完全无法相信 这只是一个人造成的场景 这还是处于 惊世无为之震美 若在外界 早已山川近毁 一城废墟 薛青秋 缓缓落下 主见余地 脸上 也带着不自然的苍白 显然刚才消耗巨大 围攻者 也不好受 几位洞虚强者 神色都很是肃木 其中墨雪星脸上同样 苍白 似乎还受了点伤 连洞虚强者都如此 其余入到强者 就更是躺了一地的横七竖八 几乎没有能站立的 死伤不响 神机门老芋头 躲在一台神机兽下 这台神机兽已经完全变形 几乎不成模样 显然已经报废 最惨的是姬无用 他除了余闲之外 还带了两个轻位 已经死翘翘了 就是他自己也在卡血 小腹 有个鸡蛋大小的伤口 似是被流星洞穿过 有资格参加围攻薛青秋的 都不是一般强者 如祝尘尧那种等级 周围最低也是在入道边缘的 这一口气伤亡如此 可以说天下五道都大受打击 阿弥陀佛 无救四园中大师低宣佛号 薛施主此举有伤天河 薛青秋闭目垂首 低声道 天河 薛青秋束手就路 便是你们的天河 若是如此 这天下净化魔狱也罢 说到最后几个字 话音骤然转立 心魄云秒重重插入地面 随着轰地一声 月白色的浴火 从地上升腾而起 不分敌我 禁术陷入火海 问天道人 神色大变 妖后 你这吴天月华严阵还未大成 你是要自禁不成 薛青秋在火海中大笑 那就 看看能有几位当时强者 为本座陪葬 于衔一把拎起姬无用 挥手甩出老远 雍王先离开此地 妖后 这是要十方俱灭 随着姬无用肥胖的身躯 搜得飞远 地上的火海迅速蔓延 阻止他 原无大师惊呼道 此妖火蔓延 京师将成死狱 远处六扇门前 宣哲目瞪口呆地 看着那个伪阵势鼎 轰然破碎 这等未能爆发 是 所有强者同时在动大招吗 他猜得没错 确实所有人都在动大招 这吴天月华严阵 如果真的肆虐开来 京师肯定进化焦土 在场的不是正道 就是朝廷中人 无法眼看这样的事发生 这便是薛青秋刻意营造的结果 薛青秋脸上 早已因为消耗过量 而全无血色 他知道在暮天之阵里 无法与天地灵气生生不息 这样滥用静招消耗真力 相当于自寻死路 可他是不得不用 只有用这样的静数 逼得大量强者转为首饰 他才有操作余地 否则总是刚才那样的万招七出 他就是三头六臂 也不可能挡得住 在遍地火海之下 薛青秋撇了 神徒罪眼 这位灭情道之主 此刻脸色有些争充 呆呆地站在那里 既没有管地上的吆火 也没有打算向他出手 他知道神徒罪开始后悔了 他这种一生嗜血 以杀入道的狂徒 来参与这场盛会 无非是想要体验 亲手轰杀洞虚强者的感觉 以图何道之物 但参与围攻 反而施展不开 不但完全无法发挥 他嗜血纵横的杀伐气势 反而和正道相斥 各种束手束脚 心念电闪间 薛青秋身形并未停下 身影骤然消失 趁着众人都在控制妖火 却是再度出现在了赵坤身边 仿佛要把这个薄弱点打穿 你先给本座陪葬吧 赵坤骇然色变 挥一剑欲挡 此前受伤费了左臂 终究是拖累了行动 居然慢了半拍 哄 狱长准确地印在他的心口 赵坤仰天倒下 连坑都没坑一声 带着不可置信的神情 心脉尽碎而死 本座说过 你还不如你施 执女 一个金属铁拳 从侧面轰来 带着灵力地光束 薛青秋拍出一掌 和光束对撞了一下 移了一声 劲道退开来 所有人都在损耗 唯有神机兽上处巅峰 而且 这玩意也管不了地上妖火 毅然不知疲倦地 发挥着战争职能 又是一个光束袭来 身后同时又有 问剑宗庶名强者 悲愤地挺剑合击 薛青秋眼里 闪过洞悉一切的神光 微微侧身 让过两剑 先手一拍 轰在神机兽腰间 在老玉头震惊的目光里 这号称能隔绝真气传导 无间不摧的神机兽 轰然化为粉末 人都有 弱点 何况一滩死物 神机门掩尸 不过如此 薛青秋 哈哈大笑 抽身飞退 正好避开了灵力意见 那边正到强者 一边削你火海 心中也极为佩服 这薛青秋 公参造化 调动星月之力 倒还罢了 可这吐起胡落的 近身搏击 洞察一切弱点的敏锐 绝不是闭关库座 能修得出来的 真是不知道 经历了多少风雨厮杀 多少生死一线 无数强者何为 本以为此战 根本没有悬念 结果 让薛青秋 硬生生打得死伤狼藉 无论是依靠强决的实力 还是利用了 他们各种心态 总之造成的伤亡远远 超出了此战之前 所有人的预计 看着遍地死伤的模样 火海之中 浑身欲血的妖娆身影 真正配得上一句 魔欲滔天 但就在此刻 地上火焰却开始飘摇 薛青秋身子 也微微一晃 第69章 接你回家 薛青秋的魔微赫赫 是利用了很多状况的结果 比如 他们无法齐心协力地合作围攻 比如 他们无法动用杀伤力 太强的5G以免 误伤 比如 他们需要分心防止 他把伤亡扩大到平民 而他可以肆无忌惮 自意发挥 但实际上 他正在一步一步迈向死路 因为他的损耗太大了 这个木天之阵 让所有人的真气 用一分少一分 根本无法形成有效循环 而他的损耗 是场中任何人的数十倍 如果他的目的是 杀伤敌人 那已经足以自傲 可惜他的目的是突围 却始终找不到机会 眼下的无天月华严阵 也不是点个火就完事的 自始至终 都是需要借用心月之力维持 此刻真气寂静枯竭的薛青秋 真心维持不下去了 正到诸强者 也一眼看穿了情况 压制火海的修为 也腾出了余力 树道光滑 再度同时出击 薛青秋左右招架数招 一剑刺在攀扣之左臂 带起了一盆血雨 与此同时 背心也中了 园中大师远远派来的掌风 饶式已经震开 薛青秋依然感到一阵气血翻涌 猴头一甜 就要喷出血来 却又硬生生憋了 回去 辉月神石运转间隔并不长 只有区区一刻 可实际上从第一次挡招到现在 连半刻都没过去 这是他今晚第一次受伤 地上的腰火全息 李公公带着薛木 心急火燎地向爆炸中心赶来 大老远就看到成群结队的侍卫 守在必经之地 两人躲在一旁拐角 李公公低声问 闯过去 我没问题 薛木正在回答 忽然就看到 天上一个黄衣胖子 飞天出 跟一只飞天猪似的 落在一大群侍卫里 李公公立刻道 那就是鸡无用 薛木心中一动 机会来了 你绕路 前过去 我来吸引这边的注意力 你寻击对付鸡无用 薛木整理一容 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 显然这些人没有认识薛木的 薛木本来就才到今几天时间 平时也是窝在百花院居多 与除了六扇门之外的体制内 完全没有任何交集 但看到薛木气欲不凡 倒是没人敢把他当个闲杂人等 直接赶走 一个统领模样的 很严肃地出来交涉 站住 前方捉拿反贼 闲人物尽 薛木冷哼一声 掏出了一面金灿灿的腰牌 可认得这个 统领正了正 神色更慎重了三分 竟是六扇门金牌 捕头到此 下官有礼 这些人显然没有资格得知核心机密 在他们看来 这里出了恐怖的爆炸 洞虚强者的气息 直透云霄 六扇门还没人来 才叫奇怪 这时候 才来个金牌捕头 都已经算是失职了 夏侯敌早该清零才对 还行个屁脸 还不给奔捕头 让道 薛木摆出一副牛气冲天的姿态 推开统领 就往里走 阁下过分了 统领也是有脾气的 再度拦住薛木 可有夏侯总部守令 这就是刁难了 如果薛木好言好语 那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必然轻松入内 可他嚣张跋扈 激起了王府 侍卫不满 自然也就不肯让他好过 薛木再度推了统领 一把 滚开 这下王府侍卫 集体抱走了 全部涌了过来 六扇门如此跋扈 这便是夏侯总部的御下之道 薛木鼻孔朝天 夏侯总部怎么做事 有你们这帮喽啰说话的份 你 侍卫们一拥而上 差点就要打人了 那边几乎用大老远 被于衔甩了出来 下面轻卫团团接住 还惊魂不定呢 看到那边乱糟糟的 怒道 那边出了什么情况 去两个人看看 便有轻卫匆匆跑了过去 其余轻卫也踮着脚往那边看 就连姬无用本人的注意力 也全在那边乱哄哄的地方 正在此时 一道灰影 迅捷无伦地从后方扑来 这样的世界里 皇子们也是从小习武 甚至能以武力决胜真卫的 姬无用 能够参与薛青秋围剿之战 显然也不是完全的草包 只是刚才被薛青秋伤得不轻 一位入到巅峰的强者 骤然偷袭 如何反应 轰的一声 一只利爪轰在他刚刚包扎好的伤口上 姬无用眼珠子都鼓了出来 哼都来不及哼一声 直接晕死过去 这时候才有人反应过来 惊怒道 有刺客 场面更乱了 姬无用身边轻卫团团围上灰衣人 又生怕姬无用真被捏死 不敢妄动 那边围着薛木的人 也神色大变地冲了过来 压根就没人在乎 薛木了 一团绿云 无声无息地飘散在人群里 很快就有人捂着咽喉 蹊跷流血 转头看去 薛木掌心里散发着浓郁的氯气 森森毒气骇然发散 就连他的瞳孔都映成了绿色 看上去竟是骇人的杀鸡 灰衣人不再去管这些修为普通的侍卫们 直接探手从姬无用身上搜出一个阵盘 取下了核心阵石 笼罩树立方圆的阵法忽然无影无踪 薛青秋真的到了强弩之末 就连和平时根本看不起的墨血腥 对一掌倒退的都是他 损耗太大了 砰的一声 他的背心又被神机兽拱了一下 薛青秋脸上泛起极度不健康的潮红 看着周围的人脸都有些恍惚 我要死在这里了吗 从小到大的影像迅速在心中翻页 刻苦修炼的童年 千军重担压身的花迹 迟出前行的十年 想起那时师父骤然此事的悲伤 师姐失踪的无助 织守晴天的艰难 宗门崛起的梦想 倾注在小缠身上的希望 最后凝固成薛木的笑脸 呵呵 早知道这样 还不如早碎了你的意 陪你云语一番 倒也不负此生不负轻了 可惜了 这么漂亮 碰 一拳轰在他的胸口 薛青秋甚至只能看到一席僧衣 他根本不闪不闭 同样挥掌平推 他的肉身修行 已达世间之极 便是一拳换一拳 多半也是对方死得快些 园忠大师 耳边响起一声惊呼 哦 刚才那是园忠啊 这河上有个不轻用的逆因果大招 估计弄不死 可惜了 薛青秋心中恍恍惚惚之时 天空却在此刻忽然移动 空气迅速清朗 消失了的天地灵气狂涌而入 薛青秋精神大震 就像溺水者 忽然得到了新鲜空气 贪婪的呼吸 哈 感受着汹涌而入的真气 滋润着枯竭的经脉 薛青秋仰天大笑 你们毁了吗 无人音声 只是漠然出招 薛青秋大笑着 整个人撞向冷卒的位置 冷卒叹了口气 身子不见动 脚下却无声无息地踢了出去 显然是想欺负薛青秋 如今有些恍惚 不料薛青秋此刻清醒无比 还有贤功夫嘲笑 也竟是这般偷鸡摸狗的伎俩 身形到了中途 真气骤然逆转 静又生生折向了于衔方向 冷卒无声无息的那一脚 还是实打实地蹬在他背上 薛青秋脸上再起红巢 却借着一脚之力 冲向于衔的速度 却又加快了三分 这回不是连人去撞了 而是心魄与秒人见合一 凤幕里闪着坚定的锐意 一副同归于尽的模样 于衔之前的伤都还没好呢 见此威势不敢应接 短剑斜斜地架了一下 带着薛青秋 从他身侧扑了个空 薛青秋狂笑而去 多谢相送 走 中计 谁曾想到 一直都在以伤换伤同归于尽的薛青秋 忽然跑路了 这话风变得太快 让人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于衔顿足道 追 他伤势沉重 补充灵气也没大用 埋伏之时 三十多人的阵容 如今只剩下十几人 足足死了一半 剩下的还大半带伤 若这都被薛青秋跑了 那真是对正道最沉重的打击 丢脸丢遍天下 甚至十年都回不了元气 薛青秋确实连跑路都跑不动了 撑着一口气突围而出 不过是拼着一股执念 他知道 既然有人撤销了慕天之阵 说明有人来接应了 突围还有一线生机 还留在那里死战 才叫没有生路 薛木也拎着昏迷的 鸡无用往交战中心赶来 不得不说 那点七海修为 还是很有用的 这起码250斤以上的大胖子 他提着衣领 居然感觉不怎么重 跑得飞快 就在正道朱强者 即将追上薛青秋的时候 薛木的身影 也终于出现在人们眼前 追得最急的于衔短剑 都已经在薛青秋身后不到一尺了 薛木骤然一声大喝 捅捅住手 众人下意识看去 却见到薛木伸手掐在鸡无用脖子上 鱼嫌大惊失色地紧急收招 老玉头也手忙脚乱地 定制了残余的两台神机兽 大喝道 多住手 小心拥亡 正道中人才懒得理会 鸡无用死活 潘扣之依然挺见直击 老玉头眼里闪过怒色 两台神机兽同时发动 两拳齐出 轰向潘扣之 潘扣之无奈挡开 长面意识凝制下来 看着薛青秋飞烈来 步履飘忽 浑身浴血 形容憔悴 薛木眼里闪过腾熙 轻声开口 姐姐 我来接你回家 第七十章 令无牙 在此情形下 忽然听到这么一句话 薛青秋差点笛子发酸 至少十三年 没有体会过的想哭的滋味 无法抑制地涌上心头 此刻傲然挺立的薛木 身形真是前所未有的 高大 无限地接近了 从小心目中最强大的英雄 他踉跛着走了几步 站定身子 低声道 怕是未必能回呢 随着话音 身后强者迅速围拢 再度将他包围 问天 道人叹了口气 薛宗主 我等承认 你确实是当时之强者 此战杀得我等极为敬佩 正因如此 今日无论如何 不能纵虎归山 薛青秋看都没看他 如水的目光 依然凝固在薛木的脸上 好像要用最后的时间 将他永恒鸣刻在心里 薛木微微一笑 冷静点 没那么容易挂的 相信我 没等薛青秋回答 围困薛青秋的强者中 两人同时出声 薛木 放开雍王 一个轻衣人 一个猥琐老头 薛木目光落在老头身边的 两台神机兽上 面露亚瑟 这是什么玩意 薛青秋轻声道 神机兽 朝廷神机门的战偶 威力不俗 这么不科学的世界 居然有这种科学系的东西 薛木按捺住心中惊讶 撇嘴道 要我放了这个胖子 简单 你们知道要怎么交换 薛木的交换意思很明白 他们得负责拦下正道强者 放薛青秋走 于贤 心中极为淡疼 他是奉皇命杀薛青秋的 这没错 可半君如半虎 就算杀了薛青秋 一旦雍王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他说不定不但无功 反倒有过 老玉头可没想那么多 他很纯粹的事 奉雍王调令而来 没有接到过什么皇帝旨意 没有接过 什么必杀薛青秋的命令 对他来说 雍王的安危更重要 刚才不用薛木吩咐 他都已经主动调转枪口 挡下攀扣枝了 此时更是二话不说的 调转两台神机兽 反而是护在了薛青秋左右 于贤苦笑道 于先生 你 老玉头倒是很奇怪地看着他 怎么 于公公莫非罔顾 雍王安危 于贤纠结了半天 终于一甩手 叹了口气 薛青秋眼里闪过笑意 他也是伤得筋疲力尽了 竟然忘了死口 看来这个机无用 还是很有用处的 这不就已经分裂了包围圈吗 攀扣之冷冷道 死一个雍王 算得了什么事 于公公莫要因小失大 于贤沉默不语 冷烛轻声道 那就由我等自行出手吧 早便看这帮格格不入的货色不舒服了 言下之意 不但深途罪属于格格不入 在他眼里 连鱼贤或者那些神机兽 同样在这个范畴 薛青秋已经勉强回复了一些 一挥神剑就要上前 正在此时 薛木怒喝一声 尹尹你还要不要钱了 空气骤然撕裂 一道黑影 无声无息地从阴影里钻出 匕首 恶狠狠地捅在冷烛身上 早在薛木说话时 正到五大强者心中都激起了 极度的警觉 匕首捅在冷烛身上 发出一声如中逐目的空空声 并未造成伤害 但五个人蠢蠢欲动的攻势 却再度硬生生地停了下来 一个完全没有损耗的影翼 这下真的麻烦了 薛青秋忽然轻声一笑 深途罪 想必你也意识到 这种围攻对你知道毫无益处 说不定还有损 因此 刚才也颇为放不开手脚 本作说的 可对 深途罪沉默 薛青秋说得很对 反而战力大减 除了开头 被引得和冷烛过了一招 之后 从头到尾都处于旁观状态 算是被正魔两道完全像腻的武道 拖住了手脚 薛青秋又道 此番若是脱困 以后 本作陪你淋漓尽致地打一场 何如 深途罪眨巴眨巴眼睛 形貌猙獰的脸上 忽然露出一个非常有趣的笑意 捏着拳头上前 性冷的 出来继续你我刚才未完之战 冷烛面无表情 正到诸强者 也是心中苦笑 深途罪 哪里是想打架 他分明 是看见薛青秋 可能真跑得掉 那还不如索性卖个好 反正刚才没怎么出手 没真结下仇 魔门各宗千年来 打打合合的多了 这点 拘语不算什么 包括 隐翼也是一样的 暗中观察了一晚上 形势稍微有点逆转 立刻就跳出来 卖好了 这就是魔门 指望他们有什么道义 或者什么契约精神 那真是想太多了 这回隐翼深途罪老于头 带着两个神机兽 对上了正道五大强者 虞贤站在一边 无所失从 静又不是退又不是 形势倒成了一种对峙 薛木微微一笑 一把提起机无用 慢慢后退 姐姐 我们走 虞贤怒道 你要何时才能放了 拥枉 薛木边退边道 放心 我又不傻 杀这胖子 对我有屁的好处 安全了就放 虞贤欲言又止 眼睁睁地看着薛木 挟持着机无用 带着薛青秋 慢慢离去 正道强者们 你看我我看你 都露出了一丝苦笑 一个眼看 就成功地为杀 居然在机无用这里出了 岔子 这怎么说呢 天意 是薛青秋 用出了无天月华言 这样的近招 于贤生怕机无用 有失 才丢他出去的 本来没什么问题 问题在于 这个只有七海七修为的 薛木 到底是怎么摸到 侍卫团团保护的 雍王身边 居然还生情了 话运巅峰 禁于入道的雍王 这就算是 还有新月宗弟子们帮手 也几乎无法办到 上百人的保护下 机无用自己也不弱 怎么会连个 跑路的机会都没有 这场面 他们真的脑补不出来 潘寇之 抿着嘴目送薛家姐弟 挟持机无用的身影 消失在夜色里 低声自语 他们以为这就逃出生天了 那也未必 那边薛青秋一 离开正道强者视线 立刻身躯一软 差点栽倒在地 薛木急忙把机无用 随手一丢 搀扶住他 怎样 薛青秋软绵绵地 靠在他身上 经脉聚损 怕是短期内 提不起一点真气 对了 营业在哪 柔软的身躯 靠在怀里 却是浑身的鲜血淋漓 静透白衣 血腥味浓得无法置信 薛木压住心中的不忍 低声道 营业毒对何欢踪 我怕他有失 无论你眼下 还能维持几分战力 还望再坚持一阵子 我们去接应他 薛青秋恩了一声 都听你的 薛木低头看着他 薛青秋靠在他怀里 也在抬头看他 两人目光相对 同时感到脸上一热 薛青秋是真的没想过 自己真的有朝一日 会被一个男人搂在怀里 不但连一点抵触都没有 反而还满心的柔软 想到之前以为要死了 那时候想到的东西 薛青秋脸红四血 正想要说什么 来掩饰一下 可还没想明白 怎么说 他脸色忽然大变 迅速从薛木怀里站了起来 薛木不知道什么情况 见他如此紧张 便也迅速抓起 地上昏迷的鸡无用 掐住了他的脖子 薛青秋深吸一口气 微微摇头 在画音月色下慢慢地走来 两个人 当先一个英伪挺拔的中年男子 白衣如雪 背负长剑 两鬓微双 鼻梁高挺 剑眉心目 竟然是一个超级帅大叔 木剑里和他一模一样的仪式 一模一样的气质 亦步亦去地跟在身后 区别只是木剑里身上剑意浓郁 而男子却早已反扑归真 看上去就只是一个 很有气质的帅大叔而已 男子在薛青秋身前 两丈立定 锐木里却似是有些复杂 看着薛木和薛青秋亲密的模样 有些痛惜 又有些欣慰 嘴唇轻拧着 微微动了一阵 想说什么 却说不出口 好扮上才低声道 青秋 别来无恙 木剑里带着一点偶像坍塌的表情 偏头看着男子奇怪的表现 不参与围攻 他是认可的 他自己的剑道 也不容许这么做 可是师父眼下的表现 他不参与围攻 好像不是出于什么剑道问题呢 薛青秋安静地站在那里 心破云秒 修然在手 一字一字地说着 你终究还是来了 令乌鸦